这是北京运动康复学院的老中医教给我的一个动作 运用到了整个脊柱 帮助了很多腰椎颈椎有问题的朋友 姐妹们 这是北京运动康复学院的老中医教的一个动作 运用到了整个脊柱 帮助了很多腰椎颈椎有问题的朋友 姐妹们 如果你有腰肩盘突出 压迫到神经 导致屁股疼 腿麻 那你就不要再滑走了 这个简单的动作 每天重复左右五十次 就可以改善预防了 千万记得要在睡觉前练习哦 姐妹们 我儿子从小心脏就不是特别好 医生教给我们一个动作 从小做 他已经坚持二十多年了 现在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掌心自然向上与肩平行 同时向内收到胸前两侧 开始往下走 再往前伸 翻转相对 持续循环做两分钟 熟练之后加快速度 刚开始手臂酸痛 是正常的 这个方法可以疏通手臂上的筋络 增加肺气 打开心包筋 调理心脏方面的问题 姐妹们 如果你非常忙 没有时间做锻炼 一定要把这个方法收藏起来 晚上躺在床上偷偷做锻炼 静椎和副尾包一定会感谢你 姐妹们 排脚后跟 每天三百下 你的肾气足了 人就变得长寿了 这是第一点 然后就是抓手 往怀里抓 抓的是洋气 一定要把手打开 用力抓 反复练习 肝血足了 人的身体就好了 不要着急划走 点个爱心 转发给家里的朋友 三个女性睡前滋养体式 靠墙十分钟 等于跑步两小时 每天睡前双腿排高 做倒建式 一 可以疏通经络 引流气血 二 可以促进肝脏的排毒 三 防止关节的退化 保护脊柱 四 可以促进睡眠 保护心脏 稳定血压 适合初学者练习的体式 保持三分钟 睡前醒来 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 不然你会发现 臀翘了 背薄了 胸挺了 背部驼了 气色也变好了 最后带你回到 没生孩子的颈子 收甲胯宽 改善骨盆前倾 这个动作不光可以收骨盆 还可以收大腿 内外侧脂肪 腰腹松死 臀部下垂 都与甲胯宽有关 每天坚持练习 一百个 姐妹们 俗话说 白走不如一抖 今天教大家一套 抖身操 大家跟着我们 坐起来 首先 双脚打开 与肩同宽 双手自然抖动 抖动的时候 脚尖踮起 就这样 每天五分钟 抖出美丽 抖出健康 每天坐上一组 就可以了 点赞加关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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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